好,那个 今天说实话记得稍微有些晚 因为昨天来这边来的晚一些 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啊 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 课程啊 就是在天的课程也都高一段落 我们大概是 从今天18号 大概从 元旦前吧 2023年的年底 20天吧,20多天的时间 也算比较 系统呢,把这个五课啊 我们给学员过了一遍 之后我们的学员也没有说 特别定期 考试学员去刷题 然后在这个 刷题的过程中啊,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在不定期的 再去开课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这个考试还是说了 无数遍啊,甚至很多遍 还是要去 不停的去刷题,刷题,刷题 这样的过程 当然说这个 刷哪些题啊 肯定是优先去刷真题 再把真题刷 特别有好的情况下 再把一些题库里的题 再把它加进来一起刷 就是这样的道理 别的好像 好像也没有什么 是吧 因为刷题确实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每天要刷啊,刷啊 天天都不会,天天都不会 越创也没有信心 越创也没有信心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是吧,这也是我们想要考试通过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这个刷题是通过考试 也是最快的办法了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所以还是这句话吧 就是抓住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 没有时间想办法找到时间 赶紧把整体体库里都刷好 这样的话 这个考试就可以通过了 其实就这样 道理说起来是非常简单 谁都知道 说讲大道理 谁都会讲 难是难在这个执行 是吧 因为执行的过程 需要你去耗费大量的精力 偷你大量的一个专注力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吧 只有这么做 我们才能一点点去成长 一点点提高 除了这样也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也是一个钻黄念盘的一个过程 别的没什么 就答案发题吧 好 那个我们再录一个 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复习体系 也就是复习课程的一个宣传片吧 因为隔几天我就更新一下 因为我们课程在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更新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视频 也会持续的更新 是这样 因为目前我们只遭受 这个一次过五科的学员 或者一次去报五科的学员 一次报一科两科的 我们目前是不遭受了 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 一个特点吧 是吧 我们的课程体系啊 因为是学员都是这个一次 一次过五科的 但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单科 或者两科的学员 但我们目前已经是只遭这个五科学员了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课程体系里啊 我更多的喜欢把它叫成一种复习体系啊 我们把五科的界限 我们把它去 去把它拆掉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啊 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 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咱们说的 因为咱们这个 复习啊 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 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啊 并且 我一直强调什么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的通过考试啊 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是吧 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 考个这个两年三年 没什么意义 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 考试的次数增加了是吧 但是你 你要想到啊 就每一次的考试啊 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 每一次的竞争 你总比别人晚这么个两个月三个月是吧 日积越来 你比别人晚的可能就十年八年的时间 所以还是那句话 只增朝夕啊 我们既然做 我们就一次就把它做完 把它做好 在整个的 因为审核员的考试这个人 审核员的这个考试啊 它只是 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 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再入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已经比别人慢半拍了 是吧 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就是道理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啊 也就非常坚决 非常果断的 我们只招这个 一次过五课 一次想考五课这样的学员 所以 还是那句话吧 我们 努力啊 努力就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把效率让它更快 我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去更好的适应这个快速法的时代 否则的话 被时代淘汰啊 或者被时代抛弃啊 这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啊 或者对这个体系啊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 你可以问一些 咨询一些这个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但如果不是那个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就是是这样的啊 因为有人加了我啊 他也不是为了报名啊 也不是为了参加课程啊 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背靠体系啊 他更多的是为了问一些问题啊 你说问我问题啊 我又不能回答 十字求是讲啊 我又不能说不答 是不是 不答的话 你肯定觉得 这个李老师怎么是这样这样呢 是吧 不好 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啊 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 关于注册室员考试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你可以加到这个QQ群里啊 我每周 目前我的进度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 你在公益讲座上问 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加我的微信啊 然后问来问去啊 说实话 我目前主要的精力是在这个课程的学员身上 我没有那个精力去 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 你可以加个公益讲座的QQ群来问我 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 哎 我还能不能回去 报名的话 你就加我这个个人的微信啊 如果说你就是 问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啊 你可以问没问题啊 但是仅限于你在这个公益讲座上问啊 大概就这个 这样一个 一个安排吧 别的也没有什么 还是这句话 就不管你报个报名课程啊 不管你跟随学 加快速度 当然还是那句话 呃 报名我们的课程啊 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方非常多时间啊 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 最宝贵的财富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 呃 只能去挑选 呃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 呃 最优秀的 就是整个 整个行业里可以说的最优秀的学员 就这样的道理 我先去看